12月1日,舒淇、张震、桂伦美和超琼等人出席了某顶级奢侈品牌澳门新店开张典礼,并且为新店开张仪式剪彩。 准备,2,1,Yes! Please look to the camera. Please smile. Congratulations to Louis Vuitton. 舒淇当日,一席粉丝长群情营现身,让现场美光灯闪个不停。 被问及同张震之间的绯闻时,舒淇再次澄清,两人完全只是好哥们。 不过对于今年金马奖影帝双黄蛋的结局,舒淇直言很意外。 我尊重大会,但是我也觉得好像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。 那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心里面的影帝? 因为我没有看完全部的电影,所以我不予置信,但是我觉得我就给你看影帝,可以拿以错,是非常光明的一件事。 只是有个双料影帝,我还蛮惊讶。 三大幕前活跃的荧幕的台湾巨星聚到一起,自然聊到火热。 张震大方地透露了近期拍摄一代宗师的状况,呈心情很兴奋。 我其实现在做最后冲刺准备,然后马上就要拍到我们这个部分。 然后我觉得很兴奋,因为为这个戏做了很多准备,然后终于要拍到,然后会觉得一种很莫名的兴奋。